大毛子国越来越难受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然后呢 就造成一个问题 众叛亲离最好的盟友 连五七七塞尔文亚都跑掉了 跑掉了以后呢 跑掉了以后呢 现在就是要跟乌克兰谈判 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说的就是 泽列斯基最新的讲话就是 要把大毛子的军事第二强国 弄成了第二百 要彻底的解决俄罗斯的问题 为人类的文化进步做贡献 因此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了 就是斯基的胃口长了 要为人类的文明做贡献了 谢谢斯基 希望你成功